所以我們再來其中作業做這個好了 因為我覺得真的叫你去拍一堆影片 然後去剪接其實你還要有演員 我怕你可能對你難度更高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是先講一個這個 基本上平常這個影片後製 因為這個客帆還有加一個後製這兩個字 所以我覺得這個OK啦 你這邊拉過來 然後這個影片呢是UHD的影片嘛 就是我們上次講過 他是UHD High Definition 所以呢他是 就是 1920乘以2 就是3840 然後1080乘以2 就是2160 所以他長寬應該是這樣子 那你要怎麼看呢 從這邊可以看得到 這邊會有一個這個 3840乘以2160 那這邊其實別忘了就是 在上課的時候這個還是趕快改一下 輸入法 嗯首頁 打開 時間語言 語語語不是語不是語音 是語言這邊輸入eng 嗯eng 啊管他哪個國家的eng應該都可以了 來試試看千里達 最近試過亞買家沒出問題啊 哈哈哈哈 所以呢現在呢就是改個語言 哎這個是 這樣子 這樣子 ok好 那現在呢 這個video呢 因為他是固定鏡頭 所以你到時候要做這個作業 就是要自己去外面拍一個這種固定鏡頭的影片 然後天空要置換 然後改一個色調 天空會動之類的啊 很簡單啦 其實反正是很簡單的一個 但是而且是業界常會用到的 不管是電影還是電視影機都常用到 然後這邊的第一件事情呢 是先輸出一個圖片 而且要在第一格 一般來講我們都是第一格 按一下這個按鈕 把子 那這邊呢 現在輸出一個 JPEG PNG 隨便你喔 其實基本上動畫產業通常是TAGA 比較高的品質 其實還有一個叫HDR 還有OpenESR 那這邊呢 TIFF的話一般來講 印刷產業喔 那我反正我現在 隨便假裝我是很專業的 所以我就輸出一個TAGA 但學校作業通常其實JPEG PNG 我覺得就夠了啦 那這邊呢 放在桌面上 欸 然後這邊名字 名字取得太複雜了齁 不過也可以啦 OK喔 那輸出以後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在桌面上 是不是有這玩意兒 有TAGA 對不對 拉到Photoshop Photoshop打開來 有沒有 打開以後呢 現在就是說 這個 檔案呢 我們準備 我覺得這樣好了 我現在呢 從這個地方 把這個檔案揮進來看看 Import 我要比較一下大小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TAGA檔 對不對 開啟 你把TAGA檔拉進來 拉到這裡來看看 我只是要你比較一下 就是他關掉 關掉 OK 然後打開滿版吧 所以這個檔案是不是大小一樣 OK嗎 一樣嗎 沒錯 OK好 那再來呢就是要去背咯 所以呢 在Photoshop裡面呢 我們現在呢 先 我一般來講 是我用那個Ctrl-J Ctrl-J呢 就是Layer via layer 所以它是 圖層裡面的 我也不知道這個這邊是寫什麼 Layer via layer 其實就是Ctrl-J 可以啊 那這邊就是拉到新增圖層 這個吧 它就複製 我會把原來的東西先備份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新的Photoshop的選項 叫做 選天空 要選圖層嘛對不對 然後選取天空 加油 好所以它現在少了少了這塊 有看到嗎 是不是少了這塊 所以我們現在怎麼選這塊 用QuickSelectionTool 快速選取工具 有沒有快速選取 這個 好那這邊就這樣子 笨蛋 Shift按著不放 要加號 OK 所以呢 這邊現在就可以 把這個東西去背去掉嘛對不對 那去背的時候呢 一般來講 還是用折射片比較好 因為 呃 比較沒有攻擊性 就是比較 還有辦法還原啊幹嘛的 這個東西我要不要留呢 我覺得看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有點 有點煩 刪掉好了 哈哈 OK嗎 因為這個細細的東西很難處理啦 把它刪掉了 對喔 OK 這邊呢 這邊取消 然後這邊再 這樣子 好 杏菜 大概這樣子 然後給它一個折射片 那折射片是不是反的 折射片黑白是不是反的 所以 AUTER鍵點這裡 你可以看到是反的 而且它這個黑不夠黑白不夠白對不對 所以這個折射片呢 現在這個要怎麼點 AUTER鍵去點它 折射片要怎麼樣 那個調整 影像 調整 色階 好 那這邊呢 現在黑的要夠黑啊 所以要怎麼辦 折射片還有點爛的地方是這裡 確定 我這邊呢 用白色的筆刷去處理一下好了 刮糊 要不然就調這邊的大小 大小在哪裡啊 這邊 這邊有size嗎 有沒有 這個可以調size 好 所以呢 我會這邊去刷一刷 有沒有這個 呵 所以這個折射片 讚 可以 然後這邊呢現在顛倒喔 Ctrl-I 調整 黑色階 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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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的要夠黑 所以呢 現在調到這裡 黑的夠黑 那這邊你覺得白的不夠白 你就自己再刷一刷 喔這邊可以用那個 這邊可以用那個 刷一刷 白色是保留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要保留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Auto鍵再點一次 他就回來了 有沒有 可以嗎 所以這個檔案呢 現在要存檔 檔案 另存新檔 儲存在自己的電腦上 桌面 這邊呢要存一個 PSD檔 這邊呢現在選那個 Citiescape 你自己取個名字喔 我自己取的是 就是都市景觀喔 Citiescape 然後再 呃 接著呢到Premiere 現在呢這個東西可以揮進來 右鍵 import 選Citiescape 回進來 這個 ok這樣就好了 然後進來 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可以刪掉 那這一層眼睛本來就是關掉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去背好 先坐到這裡就好 可以嗎 來吧